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新社又搞了一出戏 通过制造噱头 企图恢复旧日辉煌 虽然很多字眼看起来吓人 但仔细分析 却并非如此 一 推翻政权还是政权变化 一些媒体就郭文贵提及的推翻政权一词提出疑问 郭文贵此次采访当中所谈及的话题是否与其之前的表态有重大转变 到底是推翻政权还是政权变化 毕竟这与海外民运一直声称的推翻中共专政 有着本质的区别 也与郭文贵之前宣称的忠心反腐之心完全不同 是口误 还是这才是其内心真实的想法 这是不是证明郭文贵一直都在摇摆不定的处境当中 二 班农是杀手锏还是双刃剑 前特朗普政府要员班农是郭文贵口中的老朋友 在前几期的直播中 屡次被搬出来充当重量级的人物 但是现在班农已正式脱离特朗普政府 其明显的右翼言论也遭多方舆论诟病 班农目前的政治地位已不比从前 如果班农被清算 郭文贵之前的一系列举动 就会成为世人面前的一个笑柄 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 偷鸡不成反食一把米的境地 三 看其法轮功创建自媒体数月前 郭文贵还言辞凿凿称 绝不与法轮功为伍 并坚称要与法轮功分庭抗礼到底 法轮功的表现和法轮功的行为 已经证明了你法轮功没有任何理想 更不可能有信仰 一切你们已经是结婚 然而 言由在尔 今日之郭文贵便表达了自己希望 走法轮功老路的想法 对法轮功的崇敬之情一表无虞